我今天需要做一個按 假設啦 我希望簡單一下 旁邊做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呢 它可以自動讓我輸入 哪些關鍵字 比如說這裡面好像蠻多什麼什麼 比如說徐志摩剛剛輸入 或者說我可能想要找什麼有關中國相關的 輸入中國 把中國相關的 那個提名關鍵字幫我帶出 那當然 剛剛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篩選 可是問題篩選也很方便 可是每一次要點 點完之後每次要包含它輸入 有點不太方便 所以最好是直接給我一個 跳出來一個對話方塊 那我輸入完直接給我結果就好了 所以要怎麼做 如果你不會做的話 我們可以用錄製的 所以第一個錄製的部分 首先你可能要找一個叫開發人員的東西 這個之前有講過 VBA的部分 它的位置是在上面箭頭裡面點一下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叫 其他命令裡面的自訂功能區 這邊要把它打勾啦 不然沒打勾預示好像不會出現 這個開發人員你們如果沒打開 應該沒有了 按確定 第二個的話呢 錄製劇 那怎麼錄製 特別注意 你可能要彩排一下 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 它會幫你 產生對應的程式 所以呢 比如說我今天要篩選提名好了 所以我就是習慣上是游標先不要放這裡 我先游標放外 點一下 點這邊一下 B1 然後再做後續的 所以 錄製聚集好了 假設我已經彩排過了 那我們開始 這個叫篩選提名好了 這個提是這個提 當你按下那個錄製聚集之後 這個時候他就會出現 什麼名稱 那接下來你按確定的話呢 就不能NG了 如果NG你要重來 重來就蓋過去就可以了 反正跟錄影一樣 你不要做錯 那他會做什麼呢 他基本上會幫你 記錄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並且自動幫你把它轉換成對應的程式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不需要做的事情 動作不要做 不然的話也會幫你錄下來 OK 那我們來試 確定 我剛剛 E游標放在B 太複雜無法錄製 再一次 所以停止一下 怎麼會這樣 篩選 提名 還是因為我講太久了 他停太久他會這樣 按確定 不對 還是因為這個名稱 篩選 篩選 我先打一個篩選 不要打 篩選 按確定 可以耶 所以我在想說那個 提那個字會不會是 他的衝突字 OK 然後接下來的話 游標放B1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就是 資料裡面的篩選 第二個Step 第三個的話就是 這邊箭頭點一下 文字篩選包含 第三個 第四個呢 隨便輸入一個關鍵字 假設是 找什麼比較好 找文學好了 OK 記得是包含 因為我剛剛 文學 按確定 好 那你會發現 找到文學 那這個地方的話 有關文學相關的書 這麼多 好 這個就是我要的 好 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它開發人員 把它停止錄製一下 OK 然後 完成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是 我希望 他找到之後 可以恢復 原來的狀態 那恢復成原來的狀態也蠻簡單的 就再點它一下就好了 所以 一樣 錄製聚齊 再錄下一個 就是什麼 剛剛是 這個 取消篩選好了 取消 這樣 OK 那一樣按確定 然後 資料直接點它一下就可以了 不做其他動作 OK 好 恢復了 好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 再確認一下說 有沒有成功 這邊記得要停止 剛剛忘了 按停止 我看一下會不會NG 裡面的話 對這邊好像因為 是不是我之前有一些 一樣的名稱 所以這樣衝 不過先不管好了 我們先剛剛篩選這一個 那有可能是我之前有過 其他的那個名稱 所以 會造成衝突 我把這些先delete掉 這個先delete掉 這個我先把它delete掉 OK 好那我剛剛那個 篩選 提名這個剛剛有失敗的就delete掉 我剛剛錄了兩個 我剛剛錄了兩個 姿態橋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 撰寫風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點點 OK 你可以看到 其實錄下來之後 主要 主要應該就三行 一二三 你說老師這邊不是一行 其實這一行跟上一行是連在一起 因為它這邊有個空白加底線 表示上面跟下面是同一行 所以你如果把空白加底線delete掉 再這樣子接在後面 其實是OK的 它是同一行 只是說因為他可能顧慮到說 太右邊 他把它折行 所以特別是以後如果你看到 空白加底線 表示上面一行跟下面一行是同一行 那你如果要把它接在一起很簡單 就是把 空白加底線 加這個空白delete掉就可以了 它會 變成同一行 你要不要把它折回去 沒關係看你自己 取消篩選的話就是 只有一行 還蠻方便的 看一下我理論上會把上面的數解先delete掉 然後並且在上面加個註解 這邊的話1有沒有 我是把游標放在那個什麼 游標 放在 B1好了OK 然後 再來就是做那個什麼 2的話呢我是做 篩選 有沒有這個篩選的話其實就是Auto filter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又一個Auto filter 所以顯然這個 是不是可以delete掉 這個可能在 再確認一下 然後呢 底下這個就是取消 我們來run一下 看看OK 我把 註解加上去之後再把它runrun看 這個時候我再加提名看看 因為剛剛那個 錄製的時候它會出現什麼 太複雜 什麼之類的 OK 好補一下 OK 然後直接執行 看看它 會直接篩選出文學 文學出來了 取消猜選會不會OK 也OK 所以 理論上你會發現程式我寫完了 但是你說老師目前 這個條件是固定的 可不可以讓這個條件變成一個 動態輸入的一個 文字方塊 然後當我輸入之後呢 它會自動根據我要的關鍵字 自動呈現出來 那怎麼做 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錄製完之後 再加一個 叫做input box的東西 這蠻好 input 輸入 box就是對話方塊 有沒有 跳出那個對話方塊 刮鬍之後的話呢 可以裡面跟他講說 請輸入 提名 關鍵字 OK 類似像這樣 那它會跳出來之後呢 但是你前面要有個東西接它 什麼東西 給一個x x等於 它會在這個地方輸入之後 那輸入完 比如說輸入一個什麼 文學兩個字 它會把文學兩個字放在x裡面 那將來呢 我就把這個x的地方 有沒有 放到目前固定的這兩個關鍵字 裡面就可以了 那放進來 特別是說它是個變數 變數要放在一個文字裡面 文字就頭尾都是雙引號 裡面的話還記得吧 串在中間 那怎麼串 之前有講過一個口訣 就是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x這個變數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完成了 OK 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我們好像大一的時候 寫到VBA都會用到這個口訣 我再做一次 這個不難 但是 如果你實在是不太清楚的話 大家了解 記得 意思把變數串在裡面 串在這個文字的中間 口訣就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x 把and前後 加上空白 好了 這樣的話 應該 成功 就只有一步之遙 OK 試試看好了 執行一下 然後不要找什麼 換一個 關鍵字好了 女性好了 OK 看裡面有沒有 女性相關的 好 這樣 幫我找出有關女性相關的書籍 按確定 有耶 幾本 1234 OK 如果要恢復的話 怎麼恢復 這邊執行一下 就OK了 所以 你如果要做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應該也不難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就是 錄製 所以我剛剛錄製 大概幾個State 1有不要放這邊 2 資料裡面的篩選 3 這邊呢 有沒有 輸入這個關鍵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停止錄製了 那取消的話很簡單 取消直接錄製 取消篩選 再按它一下 他就恢復了 OK 試試看好了 後來我其實是 再把那個剛剛錄下來的這個程式 只有補幾個地方 就是補了什麼呢 這個 改變我大概就只有加上註解吧 然後再加上 一個input box 再把那個x放在 原來文學兩個字的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也是這一題最難的 所以如果你會 把變數放在 這個位置的話 那應該就簡單了 畫面先 還給 各位一下